回到家的时候,天刚刚黑,王春娘买了一些大骨头,她赶忙收拾锅,准备炖汤。 爹爹,你干嘛把我的大袋袋扔在那里挖?我都看见你扔了,那可是我娘亲给我做的,我最喜欢了,你为什么给我扔了? 王春娘看了眼这妇女俩,笑了笑,觉得这日子平淡且幸福。 做好事而自然要留名的。 那肯定会有人看见了我的布袋袋,如果认识的话,就会找到我的了。 可是,娘平时教育我,不要丢三落四的,免得惹火祸上身呀,爹爹。 阿宝,这次爹很有把握的,你别担心了,爹不会坑你的。 谁料阿宝压根不吃这一套,他扁别嘴,瞅着马上就要掉金豆豆。 哇呜,爹爹是不是不喜欢阿宝啊,爹爹是不是不想要阿宝了啊,爹爹只喜欢男孩子吗? 春娘,快,见阿宝哭起来,赵恒立即手足无措了起来,连忙向春娘求助。 自己弄哭的,自己哄。 阿宝,不许你说这种蠢话,你爹是个瞎眼的,哪里有什么重男轻女,还是说,阿宝不想认我这个爹了。 不是,不是的,爹爹,爹爹才不演瞎呢,我爹爹可厉害了。 突然,赵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 爹,娘,门外有人找,他,他说,他是货站的孙掌柜。 阿宝,瞧,有人来给你送钱来了。 为什么给我送钱吗? 走,我们出去开门。 刚出院门,阿宝就叫到。 掌柜叔叔。 哎,小阿宝,我们又见面了。 孙掌柜警惕地看了看四周,见外面没有人往这边瞅,这才很快地进了院子。 路上没人跟着,你们放心,赵兄是吧,我是今天你们去过的货站里的掌柜,我想找一下您妻子,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。 你找他有什么事? 这,货站的商队今天跟山匪对上了,那些山匪很是凶悍,要不是有人暗中发食子相助, 商队的人和货物可能都得折在那里。 后来派去帮忙的人找过去的时候,就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布袋子。 我记得今天在货站你们家娃娃身上就有个一模一样的袋子,所以就找了过来,想要答谢一下。 你看,就是这个袋子。 孙掌柜已经将那原本空空的布袋子里塞满了银子,感谢他们的帮忙,把布袋子往前推了推,阿宝好奇地将布袋子给揭了过去。 掌柜叔叔,这不是我们家的布袋袋吧,我们家的布袋袋里只有小肉干,没有银子的。 怎么会呢,这就是你们的。 真的不是的,掌柜叔叔,不信你问我娘亲,娘亲。 阿宝,怎么了? 孙掌柜知道,如果赵家帮忙击退山匪的事情被传开,会对赵家不利,不再提感谢的事情,只是将自己带来的包袱打开了。 这是我们的商队,之前去西域的时候买的种子,说是叫茴香,嫩也可食用,果实可入药。 你们可以尝试种一种试试,另外这一包是花种,叫凝花,花朵大而香,希望你们收下。 孙掌柜,不用这么客气。 应该的,日后,讨论你们还有绣品或者其他东西,可以送到货站,今天天也晚了,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 这时,姜亭端着茶走了过来。 掌柜叔,请喝茶。 孙掌柜抿了一口。 这,这是什么茶? 是山茶花茶呀,是我姨姨炒的,嘻嘻,花花是我摘的吧? 你们家线下可还有这茶叶? 暂时没有了,不过孙掌柜要是收,我们明天可以上山去摘,再回来炒。 这山茶花茶,稀稀品味,一股淡香中透着一丝苦涩,回味悠长啊。 你们家妹子除了秀宫好,这炒茶的手艺也是一绝啊。 是哇是哇,姨姨可厉害了,炒得花茶茶可香了。 原来赵叔故意将阿宝的布袋子扔下,就是为了引着孙掌柜前来,而结交了孙掌柜,再去货栈卖东西,那就方便多了。 为了隐蔽,孙掌柜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了赵家。 我去下面条,轩儿,你去摘点小葱回来,咱们准备,准备要吃饭了。 赵大哥,这样会不会给阿宝带来危险啊? 不会,这个孙掌柜,是个聪明人。 那就好,那就好。 阿婷,你是故意用花茶泡水给孙掌柜喝的。 嗯,我觉得花茶真的很好喝。 不错。 赵叔,山匪真的不会找过来吗? 不会,不值一提。 姜婷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只是想起,今天白天遇到的汉匪,还有些心有余悸。 吃过晚饭后,大家都回床休息了,可到了半夜的时候。 嫂子,嫂子,快起来,阿宝发热了,饿了。 王春娘和赵横赶过来,就看见阿宝一张小脸烧得通红,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。 阿宝这是怎么了?怎么烧得这么厉害? 不知道啊,一直在说梦话,我醒来一摸额头,烫得要紧。 这样不行,我去找钱大夫。 阿宝,阿宝,能听见娘说话吗? 鞋?鞋? 鞋?阿宝什么时候见过鞋?是不是被今天嘎架的场面给吓到了? 应该是,咱们刚碰上的时候,那些匪徒瞧着正在嘎人,阿宝肯定是看见了,我先去熬点姜汤。 阿宝,别怕,娘在这呢,娘在这呢。 娘,我去找一下爹,大晚上的,我怕我爹摔倒,爹的眼睛毕竟还没有恢复。 王春娘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,她看着阿宝,含糊地点了点头。 赵恒看到阿宝病得严重,不管不顾地往钱大夫家跑。 钱大夫,钱大夫,因为着急,赵恒敲门的力气特别大,动静连旁边的邻居都吵到了。 大半夜的,阿宝爹,你轻点,吵翻天了东,有啥好奇的。 之前大夫耳朵有些背,你别敲了,估计很快出来了。 钱大夫,钱大夫,快开门啊。 阿宝爹,这么晚了,你找钱大夫,你们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? 该不会是你们家阿宝出什么事了吧? 这小丫头骗子啊,就不用精细地养着。 我瞧着你们家阿宝娘还给小丫头骗子做那么多鞋子,简直是浪费。 赵恒那阴森的眼神,再配上这浓浓的夜色,像婆子被吓得赶忙闭嘴,转身溜走了。 很快,钱大夫跟着赵恒回了家。 你们不用太担心,这孩子,估计是着凉了,也受了惊吓,没什么事。 你们给他喂了药,等明天天亮就好了。 这么晚了,真是麻烦钱大夫了。 不打紧,没什么我就先回去了。 轩儿,送一下钱大夫。 是,爹。 林香,江婷,你们也守了一晚上了,先去休息,我跟他爹在这里守着。 你也去睡,我在这里守着。 我跟你一起陪着阿宝。 不用,你去休息。 降临。 第二天一早,赵萱早早地去村西头张大虎家买猪肉。 张大虎是个屠夫,平常卖肉,偶尔拉驴车赚钱。 胡子书,还有李锦肉吗?大骨头还有吗? 有的有的,你要多少? 胡子书,都来个半斤八两,我们家阿宝爱吃。 张大虎就在割肉,旁边削婆子凑过来,八卦地问道。 阿萱啊,昨晚你们家发生啥事了呀? 你爹大半夜地跑过来找钱大夫,他眼睛都看不见,也不知道怎么找过来的。 赵萱笑了笑,语气温和有礼地回道。 薛婆婆,我妹妹昨晚发烧,我爹着急就跑出来了。 这不,我娘让我买点肉,准备回去给我妹妹补补身子。 你妹妹还用补? 我瞧着,咱们村子里没有比阿宝更胖的女娃了吧? 薛婆婆,阿宝都是奶雕,都是虚胖。 她就是穿得多显得胖。 阿萱啊,你回家跟你爹说道说道,让你爹娘把心思都用在你身上, 别整天捣咕那个小丫头骗子,赶紧送你去读书啊。 你看秀才娘,人家一家都去县城住了。 我听说,秀才找了个一个媳妇,入下就定亲了, 到时候他们回村,咱们也能瞧见了。 赵萱面上始终笑盈盈的,她朝着薛婆子点了点头。 薛婆婆,我会跟我爹娘说道一下的,多谢你费心了。 薛婆子很是满意赵萱这礼貌的做派,直到赵萱走远了以后,还忍不住念叨道。 这赵萱呢,跟她爹完全不一样,赵衡就是个浑头,看她儿子多有礼貌。 对对对对对。 一群人都点头,赵萱确实有礼貌得很,平常看着脸上都带着笑。 赵萱回到院子里以后,姜婷就将她手里的东西给接了过去,自己拎到了造坊里。 她这两天跟着林湘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。 娘,阿宝醒了吗? 你自己进去看吧。 赵萱转头往屋子里走去。 屋子里赵衡正将阿宝裹住,抱在怀里晃着。 她稍稍一平顿,阿宝就开始哼急。 赵萱凑近看了一眼,就见阿宝还在睡,压根没醒。 爹,我小时候发热,你也这样抱着我晃吗? 你吃错药了。 此时王春娘端着瘦肉粥走了进来,阿宝可能是闻到了肉香味,睁开了眼。 哇呜,哇呜,爹爹,我,我做噩梦了,我梦见大铁片了。 这要是放在寻常,赵衡会觉得没什么,不过就是筋骨齐鸣。 他以前过得可就是铁肩铁鞋的日子,可是听见阿宝这样哭,便开始笨拙地哄了起来。 阿宝,你记错了,爹娘不都在你身边吗?哪有什么大铁片子? 这次山匪的事情,真不该让阿宝瞧见。 以后再有这种场面,铁定不能再让阿宝看见了。 阿宝,来,我们先喝点粥啊。 阿宝,今天还发热吗? 别跟他说话,让他专心吃。 就你知道疼闺女。 王春娘伸手朝着赵衡的胳膊上拧了去。 啊,痛。 娘亲,今天不去采茶吗? 待会儿我们就去,阿宝跟爹爹乖乖待在家里好不好? 好啊,跟爹爹在家里。 阿宝,你把药和粥都给喝了,我们就出门。 今天不仅要采花炒茶,还要将那些茴香种子和花种都给种下呢。 好的啊,娘亲。 看着阿宝咕噜咕噜将东西喝下后,王春娘他们这才出门。